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政报道 今天是2019年3月29号 现在是上午11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 财政部等三部门 最近联合印发公告 决定从4月1号起降低 部分行业增值税率 成品油增值税率有16% 降低到13% 据此国内汽柴油最高的零售价格 每吨分别是降低225元和200元 从3月31号24时起执行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下调0.18元 95号下调0.19元 0号柴油下调0.17元 相关公司要组织好 成品油生产和调运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消费者可以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 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今天我们财经频道 春刚走一线系列报道 将会把镜头对准浙江龙泉 清明节前后呢 是浙江西南部山区 开始下地开田的事件 那每年到这个时候 农民们开好水路 把田内灌满水 然后就开始离田 爬田采田了 现在呢我们记者贾林呢 就是在龙泉小梅镇 黄南村的千亩水田 下面呢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地春耕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在介绍这个春耕之前啊 我想先请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这里的千亩油菜花田 因为在一个月之后呢 这里的油菜花田 就将变成稻田 冬天呢 种这个油菜 等到了春天 把它变成水稻 这个呢 就是当地主打的 油稻轮座这样的一张牌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一是让上千亩的地啊 永远都不会闲着 第二个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升这些地的肥力 一个月以后 这块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方向 是的 现在有部分的这个水田 已经开始春耕的贝耕工作了 有的呢 现在是在离地 有的在采田 不管在做哪项工作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 似乎都有一种 穿越到古时候 南耕女之的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所在 这个黄南村呢 已经建成了浙江省的 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 现代化的程度 也是比较高的 之所以还在贝耕的环节呢 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模式 一方面是对于 耕作文化的一个传承 另一方面也是对 绿色农业的一个严格要求 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耕作方式里面 最具有龙泉当地代表性的 就要属采田了 这个呀 我在一山之隔的其他县问过 他们当地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采田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农民 依靠自己的人力 然后借助脚下采的 这个叫做田踏 用尽全身的力气 在田里面来回行走 主要的一个目的呢 是对田里面进行平整 并且把很多杂草 采到土壤里面 和土壤进行充分的一个融合 据说是可以提升肥力的 在这个过程中啊 其实是非常讲究 技术的一个活 我昨天也拜师学了一下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脚下采的就是这个田踏 他们首先第一步要求 每采出去的一步啊 都要与肩同宽 大家看 哎呦 其次呢 在这个过程中 刚才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因为这个底下的泥非常的厚 所以需要这个把手 手和脚同时用力 第三呢 它讲究的是一个节奏感 大家可以 我保持一小段时间的安静 大家听一下这个采田的声音啊 其实就是这个水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特别像我们现在打击乐的一种节奏感 就有点像一个架子鼓的感觉 它讲究的就是节奏和手脚的一个协调 那么我们一直在讲采田啊 那么采到这个田里面的杂草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这边 岸边就有几层 这个以前是杂草 现在农民开始有意识的去种它 叫做紫芸樱花 大家可别小看这样的一个花 它这个花呢 据说是可以提升肥力的 至少能减少30%左右的一个化肥的使用量 现在呢 我们所在的龙泉的黄南村 已经建成了浙江省的三埃及景区 上个周末因为天气特别好 其中有一天 当天的客流量就超过了一万人 什么概念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 距离城市呢 有40分钟左右的这个车程 在这样的地方 人多到都已经必须要单向通行 进行汽车限行这样的一个模式 甚至有部分人的手机信号 还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可以说通过游道轮座 以及农旅融合 已经为当地老百姓的致富 插上了翅膀 好的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好 在浙江龙泉黄南村呢 记者还将会带我们一起来体验 采田和耕作的农忙时光 更多的相关内容 欢迎您登陆央视财经客户端 继续来关注11点30分 前方记者带来的直播 随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回升 春季大忙时节 随即来临春馆春众呢 也进入到了繁忙阶段 在浙江省渠州市渠江区的 杜泽万亩水生蔬菜基地里 浙江省渠江区渡泽万亩水生蔬菜基地里 到处生机傲然 翠绿的浙白苗在和煦的春风中随风起舞 水田里浙农们穿戴上长桶雨靴 夏田蔬苗 浙农们说 这几天浙白苗已有二三十公分高 正是树苗管理最关键时期 也是整个浙白种植中重要的一环 每个浙墩共有一百多棵苗 但最终留下的只有最粗壮的15棵 以确保浙白品质 与传统露天种植的浙白有所不同 大棚栽培的浙白已有半人多高 明显比露天种植的要高出许多 农场负责人徐进正指导工人输去测芽 为下个月第一批浇白上市做好准备 你看就这个测芽 测芽给它拔掉 对 测芽拔掉 拔的时候呢 对这个手扶着这个主苗 麴江的浇白因其品质洁白如玉 鲜嫩水灵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浇白主产地 浇白种植面积超过一万亩 近年来 当地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采用大棚栽培技术 将浇白的采收时间从五月下旬 提早至四月中旬 种植效益也跟着水涨船高 浇白每年可采收两季 这样一来 一亩大棚浇白的年收入 可以达到3.5万元至4万元 比传统的露天浇白高出一倍 而且通过大棚栽培和露天种植 相结合的模式 当地浇白的上市时间 从4月中下旬 一直延续至11月下旬 采收期大大延长 避免了以往浇白集中上市 功过于求的窘境 市场上市场整体来讲 你量太大 市场上要高点 你却就卖不起来 这样相当于是一个错峰了是吧 我们就是给它 就是拉开了风险小 浇白错峰上市 效益提高了 风险降低了 不仅如此 对于许多家庭农场而言 用工紧张的局面也迎刃而解 就可以把这个人羹错开 像我们这样子 比如说120亩的基地 有个50亩的大棚 那我可以整体 就是人的数量 可以少掉去耕人 之前把大棚采收到结束以后 再去采收露天的 用羹可以错开 这几天 浙江长兴南火车站 每天到达的旅客 接近1万人次 数量超过了春运 最高峰的记录 不是节庆 也不是假日 那这些旅客 从全国各地来到长兴 到底是做什么呢 眼下正是春茶 集中采摘的季节 长兴县有13.5万亩茶园 采茶近一道 来自山东 河南 安徽等地的 十万多名采茶工 都会来这里 吸引他们的是丰厚的待遇 有的是120亩的 有的是累积的 有的是100亩的 这个没人的 对我们那个地方是还可以 对你们那个地方是有点少 我们里面一般能稳80亩 那么这几天 长兴当地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用功量呢 每一年的话 在前期两三年的茶叶品质是最好的 一旦下雨 茶叶也会长长 品质也会变差 所以我们进这两天 把这个好的货给它备好备齐 据收购商介绍 今年的天气 非常适宜 茶叶的生长和采摘 清叶品质较高 成品茶市场供不应求 一斤清叶的价格 比去年同期 上浮了50元左右 基本上就是在180到200左右 昨天呢 昨天220 那个变得很快的 一天一个假 说不定一个小时一个假 也不一定的 据了解 清明前后的春茶 可以说是一天一个假 因此为抢在石令前 卖个好价钱 很多茶农就不惜花大力气 去外地招募采茶工 工人是昨天晚上到的 今天就开始采了 因为趁着天气好 趁价格好 多采一点 由于去年12月份以来 美国强力求采票的 20多次开奖当中 美国采名没有一个人 能够博中投奖 这让这一采票的奖金池 累积到了7.68亿美元 当地时间27号 美国强力求采票 开出了最新一期的 中奖号码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 一位姓名采民赢得投奖 奖金高达7.6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1.7亿元 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三大强力求采票投奖 本轮强力求白球 中奖号码为 16 20 37 44 62 红球强力求 中奖号码为12 售出这张彩票的是 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郊区 新柏林的一个加油站 作为奖务 这个加油站将获得10万美元 目前这位幸运的采民 还没有现身领奖 如果超过180天 他还未领奖的话 这张彩票将作废 对于有人中了 如此高额的彩票 周内的民众 也感到很兴奋 有采民表示 这个消息出来后 他很多朋友都发消息问 他是不是那个 幸运的中奖者 他自己也多次检查 彩票号码 根据强力求彩票的规则 这位重头奖的采民 有两种选择 领取这笔巨额奖金的方式 一种就是选择要7.68亿美元 但无法一次性拿走 只能是在29年内分次领取 另一种就是选择一次性拿走 那他所得到的金额 将会骤减为4.77亿美元 美国强力求彩票 目前是在美国44个州销售 每注强力求售价为2美元 重得强力求投奖的几率 为2.922亿分之一 工信部部长苗维昨天表示 5G技术未来将主要应用于 移动物联网 移动物联网最大的市场 或将是车联网 5G的应用呢 可能20%用于人和人之间的通讯 80%用于物和物之间的通讯 即移动物联网的概念 从通讯的角度来说 5G能够传很多 4G不能传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都在探索的 VR和AR 他在这一堆移动物联网 Hawk 探索的 卢南 还有一点 option 这一堆